受疫情影响,学生们普遍在家上网学习 杭州冰疆的旅女士给孩子一个平板电脑用来学习 没想到几天的时间里,孩子花了近一万四 女女士给记者看了充值记录 她说孩子把钱都花在这款叫穿越火线枪战王者的游戏上 少的六块钱一笔,多的六百四十八块钱一笔 女女士的儿子今年十二岁 她说这款游戏之前也偶尔玩过 一直都用免费道具 刚开始他们抽奖一般会有一个政策一样的 刚开始就会给你便宜一点,后来再给你跪起来 刚开始我看到很便宜,这么便宜反正花一点应该也没事 然后弄到后来就控制不住了 这个事情可能我们自己大人确实也有没接触到位 但毕竟他也是未成年人 然后像这些费用都没经过我们的授权 都是他自己私自去花的 我觉得一万多块钱对于我们来说还比较多的 几个月的那个生活费啊什么都靠着他 穿越火线枪战王者这款游戏是腾讯游戏出品的 旅女士联系过对方 但客服回复,因为孩子是使用苹果iOS系统 通过苹果ID进行充值的 基于苹果商店对平台内APP充值的统一管理规则 他们无法处理,得去找苹果官方客服 但是我们买的装备都是在腾讯的那个游戏里面呀 现在也还在呀 您说的意思我能够理解 但是这个消费它是通过iOS系统去操作 这个iOS系统操作是必须要通过苹果ID 才可以再有心地进行的 并未直接进入腾讯系统 所以这部分消费情况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参应确认 所以无法进行参应受理 所以才会建议你们联系苹果的官方客服 现场旅女士没能拨通苹果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 不过前两天她已经和对方沟通了两次 对方退回了一千左右 直接再跟我讲说不行 那我可能会通过法律那个渠道来寻求帮助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那这边的话刚才我也尝试来帮您做这样的一个提交 最终的话显示一个结果还是不通过 也听到您刚才有说到这样一个内容 那这个的话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支持您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但是这个可能需要您的这个律师与我们进行一个联系 刘女士打算继续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188黄金燕记者报道